521集 他已经是原意修士,既然寻到了墨家村的线索,就犯不着藏头漏尾,施了小法术布置上结界,气势微微外露。 小哥,实不相瞒,我是修仙者,墨家村和我有些渊源。 听到修仙者三个字,火机的瞳孔猛然放大,露出了惊骇之色。 如果我猜得不错,小哥是墨家村的人吧?墨清晨淡笑着问道,火机的身体忍不住发抖。 仙子,你,你这样怎么样? 看着火机战战兢兢的模样,墨清晨笑了。 小哥莫怕,我也是墨家人。 年轻的火机瞪大了眼。 仙子此话当真? 本君有必要欺骗你一个凡人吗? 墨清晨脸色一正,修仙者的气势展露出来。 火机只觉得心神一正,鼓起勇气道。 仙子来墨家村是…… 不想再浪费时间,墨清晨直言道。 本君出自墨家,如今修行,小有所成。 此番前来,就是看一看当年的墨家村是否有灵根者。 好把其引上仙徒,传承墨家。 火机大喜,激动地跪拜下去。 仙子,请随晚辈前来。 墨清晨看一眼杜若,二人跟着火机离开了茶摊。 听了火机的话,才知道这繁华的小镇就是曾经的墨家村。 只是后来许多人迁居此处,渐渐地发展成如今的样子。 而原本的墨家村已经变成了一个世俗的大祖,居于传西。 小哥,我看你初听我是修仙者时,神情很是惊恐,可是有什么原因? 墨清晨问道,火机忙道。 仙子称呼晚辈狗蛋就行。 狗蛋? 听着烦死气息这么隆重的名字,墨清晨玩耳一笑。 狗蛋不好意思的道。 晚辈的爹只是族中一个看片门的,不识字。 晚辈大哥叫大狗,二哥叫二狗。 我是老妖,就叫狗蛋了。 说到这里,话题一转。 其实晚辈常见到来往的修仙者,从没见过那些仙人欺负凡人,并不是多惧怕,只是族中传了一百多年的族规,要族人小心专门来寻的修仙者,说有可能给族中带来灭顶之灾。 墨清晨暗自揣测,这倒是和一百多年前的墨家村接到市井,当年被花罗两家,以及魔门灭死队上了。 那这些年,可有修仙者来过。 狗蛋摇了摇头。 以前不知道,反正从俺出生到现在,没听说过。 墨清晨随意点着头,心中有些奇怪,难道说九姐十姐这么些年来,从来没有来过墨家村吗? 转念一想,又恍然,这便是观念的不同。 他们自有仗于墨府,墨家村的人对他们来说,地位连奴仆也不如,自然不认为这里也算是墨家的根,值得来一趟。 正如当年的花家和魔门,把墨府的人全部灭口,却任由墨家村自生自灭一个道理。 对这些土生土长的修士来说,修仙者和凡人的差距远比他想得要大。 仙子,到了! 狗蛋指着一座低调却庞大的庄园,说着冲上去叫门。 一个中年模样的朴丛探出头来,看到是狗蛋,就要把门关上。 狗蛋瞒撑着大门。 樊叔,快去禀告组长,我们墨家的修仙者来了。 臭小子,你胡扯什么呢? 呃呃。 那中年朴丛正说着,忽见狗蛋身后的一男一女,化作一青一黑两道影子,飞了进去,不由惊叫起来。 惊恐之下,也顾不得别的了,直奔隐蔽旁的一口鼓中,抡起鼓锤,敲了起来。 红亮悠扬的钟声,向彻墨家庄园,墨千尘神识一扫,就见很多人慌忙行动,或是挪开自家院中的一口水缸,或是抬起屋内一口废弃的旧锅,里面都露出了一个洞,脱家带口的瓦里钻。 有的人家堵在洞口的铁锅伸了袖,扳不开,一家子急得直哭。 墨千尘无奈笑笑,干脆恢复真容,飞到半空,放山道。 本军出于洛阳城墨府,请墨家族长前来一见。 这身影响彻整个庄园,却被墨千尘法术所组,墨家庄园以外的地方,半点动静都不知晓。 梁九,一个老者被众人簇拥着,颤巍巍地来到墨千尘面前,深吟嘶哑。 仙子大驾光临,小辈们不懂事,怠慢了,还请仙子恕罪。 墨千尘缓缓飞落下来,微笑道。 无妨,是本军想早些见到族长,有些失礼了。 老者连呼不敢,见墨千尘神色亲切,鼓起勇气道。 仙子说来自洛阳城墨府,不知…… 说到这里,没有说下去,墨千尘却已经了然,傲然道。 一百五十多年前,洛阳城墨府巨变,本军离去时不过八岁,切实没有什么证明身份的误解。 不过,本军亦是原因修士,又有何欺瞒而等的庇佑,随意认祖宗呢。 原因修士的气势散发出来,恋去其中的杀意。 落在墨氏族人眼中,只觉得墨千尘威严无限,恍若天人,莫名地就相信了他的话。 族长,本军此次前来,师有两件事要办,还请这些族人退彼一二。 墨千尘轻声道。 老者忙把墨千尘引入一个小厅,挥退了族人,恭敬道。 朴氏仙子又何时吩咐? 墨千尘眼睛眯了眯。 第一件事,不知道族长知不知道,百多年前,墨府灭门后,墨家村发生的事。 这个,小辈听前任族长提起过。 老者浑浑浊的眼睛有了些光亮,陷入回忆。 听完老者的话,墨千尘暗暗点头,这些和当年从云之那里听来的差不多。 这么说,那封信还留在族里了。 墨千尘问道。 再,再,尚少人的村长把那封信收了起来,封存在祠堂里,一直没有动过。 那就有劳族长,把那封信取来吧。 老者不敢违背,亲自进入祠堂,把信取出,奉给墨千尘。 信写在上好的丝卷上,丝卷依然光洁如新,墨千尘展开扫视一遍,潇洒的字体映入眼帘,只若心云流水。 乍一看,墨千尘对着字体伸出了一种隐约的熟悉感,可细意思索,却了然无痕,就不动声色地收起。 第二件事,本君是想看一下,族中有无灵根的孩子,若是有,就把他们引上仙徒,传承莫家一脉。 如此,爷爷和族长爷爷在九泉之下,也该欣慰了吧。 墨千尘正想着,就听扑通一声,老者跪了下来,哆嗦着道。 贤,贤,贤子此话当真。 自然,话还未落,就见老者爬起来,剑步如飞地冲了出去。 下一个。 杜若拿着测灵盘,见测试的孩子没有激起任何反应,淡淡地道。 墨千尘便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手里钻着杯子,时不时地面上一口淋酒。 年过八旬的族长颤巍巍地坐在下手,死死地盯着每一个测试的孩子。 每当一个孩子被测出,没有灵根下去后,眼中的光芒就暗淡一份。 眼看着,族中未满十四岁的孩子只剩下几个了。 在老族长殷切期盼的目光中,接下来并没有奇迹发生,剩下的几个孩子全都是没有灵根的普通人。 老族长一下子靠在椅背上,脸色灰白,浑浊的目光,看着墨千尘,嘴唇颤动,想要说些什么。 这个结果,墨千尘并不奇怪,有灵根者本就是万中无一,整个墨府未满十四岁的孩子不足百人,没有灵根再正常不过了。 这样吧,族长,你把族中三十岁以下的人都换来,本君再测一下。 墨千尘道。 好好,老族长连连点头,不一会儿,墨府大院中就聚集了几百个年轻人。 杜若,你再辛苦一下吧。 墨千尘冲杜若微微按手。 是。 杜若公身应下,开始为这些人测试连根,看着他们或忐忑或茫然或紧张局次的身色, 看过来的目光犹如看着仙人,一个小小的侧灵盘牵动着他们的情绪,或决定了今后的人生。 杜若若有所悟,心境隐隐有些突破,手上的动作并未停歇。 师父,已经测试完了。 杜若站了起来,把一直没有任何变化的侧灵盘递给了墨千尘。 墨千尘挥手,把侧灵盘收入衣袖,看向组长。 老组长一脸的失魂落魄,看着更加衰老。 墨千尘嘎咬说话,老组长却想想起来什么似的,紧紧地盯着那些年轻人道。 我们墨家子弟都在这里了吗?还有没有人没接受过测试? 仙缘就在眼前,却抓不住,实在是不甘心的。 他活了一把年纪,比这些年轻人明白多了。 错过这次,以后墨家将彻底沦为一个俗世家族,不可能再有修仙者来寻。 在场的人一片沉默。 组长,修仙讲究一个先缘。 既然组中没有灵根者,也不必太过失望。 这些灵果和灵酒请收下,本君告辞了。 墨千尘一袖一挥,老组长面前多出了几来灵果和几滩灵酒。 灵果的香气飘散开来,闻者直接地变体通胎。 修仙者的丹药凡人是不能服用的,而这些灵果和灵酒却可以服用。 有颜年易寿,美颜滋不知效。 墨千尘冲杜若点头示意,杜若走到他身后。 墨千尘脚尖一点,脚下伸芸,带着杜若缓缓向上飞。 墨千尘,墨千尘等一等。 一个声音传来,墨千尘俯身看去,是给他们带路的狗蛋。 墨千尘我想起来了,我们族中还有一个人没测试过。 狗蛋大声地喊。 墨千尘落了下来,温神问道,还有何人? 是,是安堂兄。 狗蛋有些紧张地道,这晚一出,墨千尘就听到了众多滴滴的议论。 老族长拄着拐杖,连连锤递。 狗蛋,还不退下去?你是魔杖了吗? 竟敢给仙子举荐那么一个人? 狗蛋面色如土,连连后退。 组长,狗蛋的堂兄是怎么回事? 墨千尘淡淡问道,老族长长长地叹了一声道, 唉,仙子,狗蛋的堂兄叫狗圣,今年刚好三十岁了。 要说起来,那孩子也是个命苦的,自小没了爹娘,跟着狗蛋一家过活。 只是这孩子命不济,客父客母又客妻,连娶了三次媳妇, 都进门不到两年就过世了。 如今一个人过,又生了满头满身的毒疮, 整日躺在床上,就靠着足中救济活着了。 您看,这么的一个人,怎么能出来污了您的眼呢? 二十二集 墨千尘淡淡笑道, 既然本军说了,三十岁以下的人皆可测试, 就劳烦组长把他带来吧。 这…… 老组长有些犹豫,触到墨千尘投来的清淡目光, 把话咽了下去,对族人挥手道。 把狗圣带来。 不一会儿,就有两个男子抬着一个人过来, 众人遮掩着口鼻, 分分避开,一脸嫌弃。 杜若走了过去, 瞥了躺着的男子一眼。 那人面色发红, 头发掉了大半, 露出光秃的头顶, 头顶上伸着一片一片的红窗, 冒着黄水。 请把手放在这上面。 杜若面上, 并无任何异样, 把侧灵盘递了过去。 那人目光呆滞, 已动不动。 狗圣, 这是仙人, 您异证了, 还不快点。 看不过眼的族人冷喝道, 那人这才动作缓慢地把手放到侧灵盘上。 一瞬间, 红色光芒大盛, 隐隐透着黄色的光运, 众人不由惊呼。 默千尘走到那人面前, 把手指搭在他手腕上, 片刻后收回手, 喃喃道。 竟然是活土双连根, 而且活连根占了九成九。 难怪, 难怪呢。 活属羊, 这人身为男子, 又是极端的连根属性, 没有机会修仙, 导致体内阳气过剩。 她的母亲, 只是凡人, 想必就是她在母体时, 因为处于先天混沌状态, 灵根可以自转吸收天地灵气和母体元气, 母体这才承受不了而消亡。 至于她的三人妻子, 显然是承受不了她过往的阳气, 原因之气耗损过剧, 导致体衰而亡。 没了女子舒缓体内阳气, 十日一久, 过剩阳气就淤积体表, 生成了火毒浓疮。 仙子, 狗圣她, 她真的有连根? 老族长不可置信, 墨清晨点点头, 不错, 而且是上家的双连根。 说到这里, 看向那人, 温神问道, 你可愿意修仙吗? 修仙? 狗圣神色莽感, 还没反应过来, 她的人生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老族长颤巍巍地走过来, 伸出干枯的手, 狠狠地掐了她一把, 狗圣这才回神, 狠狠点头。 族长, 麻烦你安排一件军事, 她年纪过大, 我要助她引起入体。 墨清晨转头对老族长道, 墨清晨已是原因修饰, 有她相助, 不过三日, 狗圣已经做到, 引起入体。 离去前, 墨清晨叮嘱道, 你资质上家, 只可惜自幼长于尘世, 无人引导, 多年被过剩火器所扰, 损了身体。 如今虽踏上仙徒, 年龄又偏大了, 日后修行, 不要太过勉强, 凡事顺其自然即可。 说完, 留下一步适合火灵跟修行的功法, 及练其妻服用的丹药, 其中包括一颗助击丹, 又赐了两样法器, 准备离去。 狗圣扑通一声跪下, 仙子, 您的恩德, 狗圣莫尺难忘, 请您为狗圣赐一个名字吧, 若是, 若是狗圣修行有成, 就去拜访您。 墨清晨沉吟片刻, 我和墨家村的一段因果, 就此了结, 以后恐怕不会再来, 整个墨家村为你一人身聚连根, 想来下任族人之职, 并使你担当无疑。 无论你在修行路上走多远, 记得护持族人就好, 你就叫墨生吧。 多谢仙子四名。 墨生额头贴地, 虔诚地拜下, 再抬头, 哪里还有墨清晨和杜若的影子。 师父,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站在云端, 杜若看着墨清晨问道, 墨清晨目光悠悠望着远方, 接下来, 去我出生的地方看看。 师父也是出生在俗世中吗? 嗯, 是个很小的村子, 墨清晨带着杜若 向记忆中的方向飞, 一日后, 墨清晨指着远处的青山。 杜若, 看到没, 过了那道山脉, 应该就是那个小村庄了。 我记得, 每当这个时候, 山那边的山坡上就开满了桃花, 漫山遍野, 整个村子就被一片花海包围了。 杜若的神情有些奇异。 师父, 不知为何, 那里让我觉得很熟悉, 很亲切。 墨清晨笑眯了眼。 难道是因为那里是为师生长的地方, 所以, 带屋挤屋? 杜若, 你这么尊师重道, 会让为师不好意思的。 杜若嘴角直抽, 深深地憋着, 没敢再说话, 可是随着越飞越近, 那种奇异的感觉更加强烈了。 当青山静在咫尺, 似乎有奇特的气息从心头浮过, 紧接着, 杜若就发觉体内起了变化, 灵力不由自主, 快速地运转起来。 天地八方的灵气汇聚而来, 墨清晨神色微变。 杜若, 你这是要结单了。 说完, 再顾不得其他, 手一扬树到剑起, 划破山石, 深深开凿出一个石室来, 把杜若打包拆了进去。 好好闭关吧, 为师在外, 给你护法。 说完, 手一挥, 石门缓缓关闭, 只看到杜若欲言又直的表情。 遇到着意外的情况, 哪怕村庄静在眼前, 墨清晨也不能过去了。 门派弟子, 除非万不得已的情况, 都会选择在石门突破境界, 保证足够的安全。 杜若平静数年, 此时忽然进入冲击结单的状态, 他必须帮他护法, 防止意外干扰。 还好冲击结单所需的丹药, 数年前就已经交给他, 此时倒不至于慌了手脚。 两年时间一晃而过, 墨清晨端坐于洞口前, 双目微臂沉浸在上古间接的钻眼中。 这一日, 狂风呼起, 灵光万千, 墨清晨忽然站起, 面床微笑。 天象已现, 杜若结单成功了。 可很快, 那抹微笑就凝滞在唇边。 狂风四起, 漫天灵光, 把天空映照得无比透亮。 一个虚影缓缓出现, 奇形似兽, 背身双翼, 那是龙三子朝风。 墨清晨疑惑起来, 天象映寿, 应该是结音成功时, 才会引发的天象。 杜若不过结单, 怎么会引出此等天象呢? 墨清晨的疑惑并没有持续多久, 面色已经大变。 山脉的另一边, 铺天盖地的威压扑面而来, 天地色变中, 一个少年踏风而来。 那少年不过十四五岁的样子, 长发随意披散, 面白如玉, 嘴角挂着一抹玩世不恭的笑意, 渐渐地向墨清晨逼近。 墨清晨心头一震, 这个人当年虽只有惊鸿一瞥, 他却终身难忘, 他是妖地落风。 一股寒意从心头升起, 墨清晨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恐惧, 甚至伸出了不顾一切拔腿就跑的冲动。 可他却明白, 别说如今杜若还未出关, 他不能弃他而去, 哪怕心无牵挂, 他也不可能从妖地面前逃脱。 想通了这些, 墨清晨反倒平静下来, 冷冷看着妖地飞进, 在他不远处凭空而立, 满头青丝飞扬, 激傲无双。 清澈的笑声响起, 哈哈哈哈, 小丫头, 你的胆子还真不小。 看着不过十四五岁面容的少年, 墨清晨心中轻叹一声, 流年不利, 怎么会巧遇了这个煞心? 面上却恭敬道, 在前辈面前, 晚辈称慌称恐, 身侧气流涌起, 只一瞬间, 洛峰就来到墨清晨面前, 修长的手指, 捏住墨清晨的下巴。 称慌称恐, 本地看不见得吧? 一股羞辱涌上心头, 墨清晨从没想到, 已经是原因修饰的自己, 有朝一日, 还是会被人以高高在上的姿态, 这般戏弄, 免了免唇, 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前辈修为深不可测, 是修真界所有修士的, 话未说完, 差点尖叫起来。 腰帝洛峰忽然探过头来, 气息几乎吹拂在他脸上。 本地倒是没想到, 人类修士中, 也有此等角色, 倒是比青秋的九尾狐还奈看些。 墨清晨身体顿时紧绷起来, 一个大男修士, 按理说, 不会做出凌辱女修的事, 可面前的腰帝, 腰修的想法行为, 远不能依照人类修士来揣测。 看着墨清晨苍白的面色, 腰帝落风, 轻轻引笑, 凑过来清秀了一下。 嗯, 气息也很纯净。 前辈请自重, 墨清晨后退数步, 原因修士的气势全部释放出来。 哪怕修为天壤之别, 身为女子和原因修士的尊严, 不能丢。 或许这是在绝对的实力差距下, 他谨慎的东西了。 没想到腰帝落风, 却呵呵地笑了起来, 身影清澈动听。 哈哈哈哈, 你们人类女子就是武器, 放心, 本地还看不上你一个青色的小丫头, 本地有兴趣的, 是那里面的人。 看着腰帝手指的方向, 墨清晨心中一沉, 他手指的方向正是杜若, 闭关所在。 千辈, 一语何为? 墨清晨知道, 今日无法善聊, 冷身问道。 腰帝落风, 缓缓收回目光, 望向墨清晨。 小丫头, 那代你把她照看得很好, 本地饶你一命, 速速离去吧。 真是没想到, 当年被几个人类原因修饰集体自爆, 原因打散的一破, 竟然投入人体, 成了一名人类修饰, 难怪他寻觅了百年, 也寻不到踪迹。 少了一破, 他当年的伤势, 哪怕好了, 也实力折损, 神魂虚弱, 这才销声匿迹百余年, 却没想到, 有着意外之喜。 墨清晨看妖帝落风, 神情不断地变换, 猜不透他为何打杜弱的主意, 可是要他弃弟子不顾, 却是做不出来的。 当下还了神色, 攻声道, 不敢欺瞒前辈, 石洞中闭关之人, 是晚辈的弟子。 不知小徒如何得了前辈亲眼, 万辈实在惶恐, 妖帝落风, 收起嘴角笑意, 冷声道, 哼, 小丫头, 念在本地看你还顺眼的份上, 就实话对你说, 你的弟子本地要定了, 你就死了这份心, 速速离去吧。 前辈, 小徒连根虽好, 且是人类修饰, 恐怕担不起前辈一搏。 墨清晨强忍妖帝散发的惊人威压, 咬牙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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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妖帝落风, 放声大笑, 看向墨清晨的眼眸流光一彩, 俊美无比。 小丫头, 你以为我要收他为徒? 墨清晨抿着唇, 没有左身。 他当然不认为, 妖帝想留下杜若, 原因会这么简单, 只是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 哪怕是要吞噬人类修饰的血肉灵气, 他也不该放着自己一个原因修饰不要, 却盯上杜若。 妖帝冷冷地瞥了墨清晨一眼。 看来你是舍不得了。 墨清晨咬着唇, 一字一顿。 一日为时, 终身为父, 偏向哪有父母遇到危险, 弃孩儿不顾的道理。